接下来呢,我们看一下自动花样生成里面的堆积木 堆积木花样创建呢,给我们前面的白叶窗花样创建的设置呢,基本上差不多的 那么比如说像起始行系列,前景色,背景色设置都是一样的 那么这个每次几个都是一样的 那么,唯有不同的就是堆积木的方式啊,多了几种,一共有达到12种 那么这里面呢,我们选择从左到右,确定,好,关闭 我们播放预览一下,那么这就是我们的堆积木效果 那么这就是我们的堆积木效果 那么我们再次可以进行设置,比如说堆积木方式 我们改变成,从中间到两边,确定,关闭 然后我们播放预览一下效果 那么这就是从中间到两边的堆积木效果 那么还可以设置成,还可以设置成,从上到下这样的,这样的一个效果 那么我们可以同样给预览看一下 那么这些呢,都是比较常用的 也是,我们制作起来也是比较简单的一些花样效果 那么这就是什么 谢谢 4分钟 17分钟 3分钟 18分钟 20分钟 1分钟 18分钟 18分钟 幸福